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27章合并财务报表 非常重要的一章 一般考试大题往往都与这一章要相关的 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 掌握合并范围的确定 这些块是容易出客观题 第二,理解合并财务报表编制原则 第三,掌握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同一控制,非同一控制,我们都要清楚 第四,掌握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 第五,掌握内部债权债务的合并处理 第六,掌握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第七,掌握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这是涉及到一些内部交易 涉及到相关资产内部交易的问题 第八,掌握特殊交易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内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第九,掌握所得税 会计相关的合并处理 第十,掌握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那这一章考试的考清概况 是以主观题为主 试题分数很高 属于非常重要的章节 今天教材主要变化 第一个,修改同意控制下取得子公司 恢复留存收益和其他风车收益相关表述 这我们在企业合并里谈到了 同意控制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要体现一体化存续 那把在合并日抵消的子公司的留存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要相应的进行恢复 那第二,修改本期增加或减少子公司时 如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表述 那这一块的内容呢 原来有是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不是很全面 那今年在这块增加了一部分 比如说原来对于同意控制的和非同意控制没有区分 同意控制非同意控制 对于增加子公司处理是不一样的 那第三,修改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会计处理相关表述 就是说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合并报表中 原来的说法呢 是调母公司资本攻击 是不合适 因为是调合并报表中的资本攻击 那今年是在这边做了一个修改 那第四 增加一道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 部分处置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相关例题 那这个例题呢 就是说处置部分子公司的股份 那就说没有丧失控制权 合并商与数是不变的 但是呢 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 这个数字里面又含商与了 就有这么一个题目 到这个题时再给大家做具体说明 第五 修改因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导致母公司股权稀释的会计处理相关表述 就是原来的一些表述 不够严谨 那现在提出 我们要是因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你真正呢 在进行调整资本攻击时 比较的应该是按照购买日或者合并日 按购买日供应价值持续计算的进步产 跟他就进行一些比较 那第六呢 增加内部交易双方 试用所得税率不同相关表述 那比如说母公司试用所得税率25% 子公司15% 合并报表中呢 如何去确认这种递言 到时候再说这个问题 考点地图 第一个是合并范围的确定 那是21年的单选题 然后接下来呢 是合并范围的豁免投资性主体 22年的单选题 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财务报表 及合并报表中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减值 22年计算分析题 21年综合题 存货固定资产 及合并报表内部交易的会计处理等 22年综合题 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持有代售 长期股权投资 与合并财务报表 22年综合题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与合并财务报表 可转发公司债券等 21年综合题 收入投资性房地产所得费 及内部交易抵消 20年综合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合并报表 不是说简简单单 只是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或者说呢 就是一个内部交易抵消的问题 现在出题的方式多种多样 那有时什么持有代售 固定资产呢 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些结合 然后再有长期股权投资 与合并财务报表等 20年的计算分析题 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 部分处置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的会计处理 20年多选 母公司因处置对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而丧失控制权的会计处理 21年的多选 那合并财务报表 第一节 合并范围的确定 第二节是合并财务报表 编制原则 前期准备摄像机程序 第三节 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 合并处理 是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 第四节呢 是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非同一控制价企业合并 第五节 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 第六节 内部债权债务的合并处理 第七节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第八节 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第九节 特殊交易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第十节 所得最会计相关的合并处理 第十一节 合并渐进流量表的编制 和一共的有这么十一节内容 那我们看第一节 合并范围的确定 在这一节里面 涉及到的问题 第一个 以控制为基础 确定合并范围 第二个是 纳入合并范围的特殊情况 对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的控制 那第三个问题呢 合并范围的豁免 投资性主体 第四是 控制的持续评估 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以控制为基础 确定合并范围 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 予以确定 不控制的不编合并财务报表 那比如说 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 我们现在不再编合并财务报表了 一定是控制才编制报表的 那控制的概念 说是指投资方拥有 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那这个权利啊 力量的力 有的政治方面的色彩 我们还有一个权利 胜利的力 那是法律方面赋予的权利 那是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享有可变回报 那一定有这个东西 说有权利可变回报 这两个要素 那下面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影响其回报金额 那回报的数 你用权利能够影响 运用权利影响回报金额 这才可以 那这样的就属于一个控制 那控制接下来 投资方在判断能否控制被投资方时 具体判断如下 那我们要考虑 说要被投资方的设立的目的和设计 然后你是不是享有这种可变回报 如何的进行影响吗 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和设计 当判断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时 投资方应考虑被投资方的设立的目的 及设计 以明确哪些是相关活动 相关活动的决策机制 是随拥有现实能力主导这些活动 以及随从这些活动中 获得可变回报 这就你要看他的一些设计 那比如说被投资方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一些权利要是通过表决权的 那当然可能说章程里面 达到半数以上 就可以决定财务和经营政策 那也有的章程里面说 要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权通过才能够决定 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这是这些方面的设计 那还有的可能说 这是一个结构化主体 不是通过表决权 那是完全由合同来决定 到底随去控制 这是看这个怎么进行设计 但是还有一些设立的目的 这个问题 比如说可能在开始阶段 我们进行这个公司的一种筹建 然后也引进一些投资者进行投资 投资之后说筹建结束 让他就撤走 我就给他一定的本金加成利息 那最后生产进行之后 由我完全来进行主导 而且你可能是 不同的一些设立目的 最终到底随在控制 那就不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 A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期限为三年 A企业将全部资金 用于对非关联方B公司的一家全资子公司 C增资 增资完成后 A企业呢 现在说持有C公司 百分之六十 有表决权股份 B公司持有C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 百分之四十 那根据协议 B公司将在三年后 以固定价格回购 A企业持有C的股份 说你现在 A持有C百分之六十 B持有C百分之四十 三年之后 B呢 就是以固定价格 把A持有C的股份 百分之六十回购 那我们看 C是干什么呢 C的设计是干什么呢 C公司是专门 建造某大型资产 并用于租赁的项目公司 建设七十五年 A企业增资时 该企业已经建了两年 那你三年 再过三年结束 这个租赁公司刚建完 然后呢 B就把A持有C百分之六十 股份给回购了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你说A 虽然拥有C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在这个三年 能不能主导什么 没有啊 A企业并不能主导 C的相关活动 那我们后面谈到相关活动 那应该是说 等真正租赁公司 开始进行正常生产经营了 那你这个时刻 在设置相关活动 能得到可变回报的事情 而且A企业无法通过 参与C的相关活动 取得可变回报 他就明确的 他撤出 撤出就告诉他 固定价格给他 那就说 看这里面A 在这三年里面拥有C百分之六十 说是半数以上 也不能控制被投资方C 这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就考虑到一个 设立的目的设计 那就确实影响到这种 是不是控制的判断 那第二 判断 通过涉入被投资方的活动 享有的是否为可变回报 那第一个是可变回报的定义 说你可变回报 不固定 且可能随着被投资方业绩 也就是变化的回报 可变回报 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 我们进行投资 有可能赚钱 也可能亏 所以可能是正的 可能是负的 要大致知道一下这事情吗 那第二 可变回报的形式 投资方在评价其中 有被投资方的回报 是否可变 以及可变的程度是 那需要基于 合同安排的实质 而不是法律形式 那这种可变回报 可能是鼓励 那典型的 鼓励这一部分 到底是货多少 随着业绩的变动 这是肯定的 那对于利息 它也是一种可变的 那可能我们进行投资 比如说买什么债券 利息说是固定 但是被投资方的业绩 出现问题 我们得到也是属于一种 可变的 那还有收取的一些管理费 它也会随着 被投资方的业绩 可能你收的管理费 有多有少 那这些都属于可变回报 那第三 判断 投资方是否 对被投资方拥有权力 并能够运用这个权力 影响回报金额 就是说看有没有权力 你还得能够运用权力 影响回报金额 这他们之间的关系 权力跟可回报之间的关系 那第一个权力的定义 投资方能够主导 被投资方相关活动 你要主导他的相关活动 这样呢 就是说 投资方对被投资方 享有权力 你比如说能够决定了 他的财务和生产 经营 政策 那你这些就没有问题 他就可以主导 那就权力 在判断 投资方是否 对被投资方拥有权力时 要注意一下几点 那第一个权力只表明 投资方主导被投资方 相关活动的限制能力 并不要求投资方 实际行使其权力 也就是说 如果投资方拥有主导 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 限制能力 即使这种能力 尚未被实际行使 那也视为该投资方 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没行使的 也不是认为就没有权力 你只要说 拥有主导被投资方 相关活动的能力 那就算数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 在被投资方 董事会里面 如果说九个人 去掉了三位独立董事 还剩六个 六个里面我们有四个 那实际上 你就相当于拥有这种 现实能力的权力 能够主导 你就可以决定 这公司的管理层 如果管理层 现在可能我没有改变 还是原来的 但是你有这种能力 这就算有权力 那第二 权力是一种实质性权力 而不是保护性权力 我们后面会谈 就是你真正实际和行使 保护性权力呢 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 那可能是保护一些 少数投资者的权力 那种权力不是 他后面还会谈这个问题 第三 权力是为自己行使的 而不是带其他方行使 那权力就是说 你是主要责任人的 比如你是投资者 你不是说带其他方行使 带其他方行使呢 是代理人 那你为自己行使 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第四呢 权力通常表现为表决权 但有时也可能表现为 其他合同安排 那一般的涉及到的一些 控制的子公司 往往合同里面说的 都是表决权 比如超过半数 或者三分之二 但也有的一些 我们控制的是个主体 比如结构化主体 那这个就是靠合同来说 到底随去主导相关的活动 那我们看第二个是相关活动 第一个识别相关活动 相关活动是指 对被投资商的回报 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不是说 在一个公司里 什么样的活动 都认为是相关活动 比如说有时 一些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 这些活动做的活动 那可能就不是 这里面谈到的相关活动 那这些活动可能 包括但不限于 肯定是与这些回报 产生重大影响的才算 说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 那你肯定是 与这回报有重大影响的 然后金融资产的管理 资产的购买和处置 研究与开发 确定资本结构和获取融资 那这些呢 都是对回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所以它就相关活动 那同一企业在不同环境和情况下 相关活动也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二 A资产管理公司 设立一家投资公司B A公司占B公司30% 有表决权股权 剩余70%股权 由于A公司无关联关系的 公众投资者持有 这些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十分分散 此外的B公司还向其他公众投资者 发行债务工具 那B公司使用发行债务工具 和权益工具所筹集的资金 进行金融资产组合投资 均投资于债务工具 B公司可能面临 投资本级和利息 不能收回的信用风险 因为它要进行投资了 在所持金融资产组合投资 出现违约的事项时 B公司的权益工具持有人 首先承担由违约事项带来的损失 在违约事项带来的损失 超过权益工具金额之后 剩余损失由债务工具持有人承担 那是现实属于权益工具持有人承担 如果那部分都没了 毕竟是有限责任 剩下的就是债务工具持有人来承担 那在违约事项带来的损失 超过权益工具金额之前 A公司管理B公司的投资组合 那他是说 整个损失 要是没有超过这种权益工具金额 由原来的是A来进行管理 因为持有B30%股权 剩余的都是一些公众投资者 股权非常分散的情况 那说A来管理B公司投资组合 那在违约事项带来损失 超过权益工具金额之后 那就不一样了 由债务工具持有人 指定的其他方管理B公司 存在违约事项的资产 及剩余金融资产的投资 那就是你超过权益工具了 A那边就不管了 然后由债务工具持有人 指定的其他方来进行管理 所以你看 在这个例子里面 在未发生违约事项 或违约事项带来的损失 小于权益工具情况下 那先关活动 是金融资产和投资组合管理 A来进行管理 而在违约事项带来损失 超过权益工具金额之后 先关活动 就转变为违约事项的资产 和剩余金融资产投资的管理 那又就谈到呢 债务工具持有人指定的 其他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 在不同的环境下 先关活动也可能是不一样了 你说这活动都变了 那原来的是什么呢 这个原来的 是金融资产投资组合 那现在是说 后面就是 剩余金融资产投资管理了 那第二 分析相关活动的决策机制 就相关活动做出的决策 包括但不限于 就是你真正一些体现的 生产经营决策 随时进行主导随控制 那决策都包括什么 包括下面这些但不限于 第一个 对被投资方的经营 融资等活动做出决策 那包括编制预算 第二个呢 任命被投资方的 关键管理人员或服务提供商 并决定其报酬 比如说我们要任免管理层 总经理副总经理等 要决定他这些报酬 以及终止 该关键管理人员 劳务关系和终止与 服务提供商的业务关系 我们可以决定 这就是说 看一下是不是一个公司的 财务生产经营 政策吗 这是典型的一些决策 包括这样一些 然后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方 能够分别单方面主导 被投资方的不同相关活动时 那你如何判断哪方拥有权利 在具体判断 哪个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拥有权利时 投资方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 包括说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 影响被投资方的利润率 收入和企业价值的决定因素 到底你看随去主导 要考虑什么因素 然后再有各投资方拥有的 与上述决定因素相关的 决策职权的范围 以及这些职权分别 对被投资方回报的影响程度 还有投资方 对于可变回报的 方险场口的大小 就是说你到底多还是少 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 A公司和B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C公司 C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 为药品研发和销售 有药品研发还有销售 那先进行研发 后面进行销售 根据C公司章程和合资协议的约定 在所研发药品 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生产批准前 A公司可以单方面主导 C的药品研发活动 你在研发阶段A来进行主导 就是有时可能说 涉及到多方主导的 那你得看在哪个阶段 由谁来进行主导 而在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生产批准后 则由B公司单方面主导该药品的生产和营销决策 你看 药品的研发阶段A来主导 销售阶段 那就是到后面 生产营销 那决策呢 就由B来进行主导 那药品研发 A公司就拥有权力 而到了药品的生产销售 那B公司就拥有权力了 那第三 权力是一种实质性权力 不是属于保护性权力 实质性权力是指持有人 在对相关活动进行决策时 有实际能力行使的可执行权力 就是我确实可以实际行使 通常情况下 实质性权力应当是当前可执行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 目前不可执行的权力 也可能是实质性权力 你比如说 我们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如果说转换成公司股票了 那现在的持股比例 可能就是能够达到50%以上 那你一转完了 对被投资方就能够实施控制 那下次开股东会 因为我们达到50%以上了 那就完全可以说了算了 按照公司的章程超过50%以上 那我就有这种权力 所以现在呢 那如果说下次再开这个股东会 时间之前 开股东会之前 我们这个可转换公司债券就能够转换成股份 那它也是一种实质性权力 所以这是特殊一些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例四 投资方持有一份将于25天后结算的远期股权购买合同 该合同赋予投资方行权后 能够对被投资方的多数表决权股份 就持有了 能持有表决权股份多数了 那能够对被投资方进行控制 那另外能够对被投资方相关活动进行决策的最早时间 是30天后才能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 就说我们在30天之前 第25天远期合同购买 那你持有这一部分表决权股份 就能够控制了 那其他投资方不能对被投资方相关活动 现行的政策做出任何改变 那就说你看这种情况 虽然现在不是 我们没有达到半数以上 但等到下一次开特别股东大会 我们已经到半数以上了 说本例中 虽然投资方持有的远期股权购买合同25天后 才能结算 不是当前可执行的 因为你当前要是没有这个远期合同 还不够半数 但是由于股东大会 说最早召开的时间是30天后 晚于远期合同的可行权是25天后 那在投资方执行远期合同之前 没有其他任何一方可以改变 与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决策 现在都不能动 那等要真正在动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权利了 所以虽然现在不是可执行的 但等到下一次 要开特别股东会 我们就又用权利了 所以因此 虽然该权利当前不可执行 但仍然是一种实质性权利 那第二个是保护性权利 我们谈到的权利是实质性权利 不是保护性权利 保护性权利 只在保护持有这些权利的当事方的权益 而不赋予当事方对这些权利 所涉及的主体的权利 他不能决定主导日常的一些 财务生产基因政策 保护性权利 仅用保护权利投资方 不能对被投资方实施控制 也不能阻止其他方的 对被投资方实施控制 你比如说 少数股东批准超过正常 基因范围的资本性支出 或发行权益工具 那你保护少数股东 你超过正常范围 再有资本性支出 要经过他批准 这个并不是属于你 正常的那些财务生产基因政策 到底随去制定的问题 发行权益工具 债务工具的权利是这样的 你超出那种正常范围了 再有说贷款方在借款方 发生违约行为时 扣押其资产的权利 这也是保护的 我贷款方 贷出的款项要求呢 借款人 给我们提供一些资产的抵押 那他要不还款 我出的抵押权利 这不保护性权利呢 那比如说 要是资产负债率 比如说超过80% 再要进行融资 要求所有投资者必须同意 那这也是一种保护性权利 保护性权利通常仅适用于被投放的活动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或某些特殊情况才有的 才是涉及到保护性权利 它不是针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些财务生产基因政策 如何做决策的问题 那第四 权利的持有人因为主要责任人 那就说平时有人在行使权利时 可能是为自己行使的 比如说我就是投资80% 我现在在行使的权利 那是完全为自己行使的 那也有人行使的一些权利 可能带别人行使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聘的总经理 我就是年薪给他300万 他也没有什么股份 那他整个的权利行使 就是代表一些主要责任人在行使 他就是代理人 那我们现在谈到 这个权利的持有人 那应该是主要责任人 代理人是带别人在进行行使 他在评估控制时 代理人的角色权应被视为 由主要责任人直接持有 权利属于主要责任人 而不是代理人 你比如说上市公司 有时开股东会 主要责任人啊 可能因为什么事情 他不来 然后那个股东 他的一部分份额找人代表 那那个人呢 实际上就是个代理人 所以有时说 你看开会股东 那是代表自己的行使 还有是股东代表 他是代表别人 那他是个代理人 那看一下教材的例目 某主体A作为资产管理人 发起设立一项投资计划 为多个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 主体A在投资授权设定的范围内 以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做出决策 其拥有广泛的决策权 以主导投资计划的相关活动 包括呢 具体资产配置 买入卖出十点 以及投资资产出现风险时的后续管理等 主体A按照计划 资产净值的1% 加上特定的盈利水平后 投资计划利润的20% 收取管理费 该管理费符合市场和行业惯例 与主体A提供的服务相称 那以上事实 适应于下列情况1-4 那我们就要判断这个主体A 他行使权力时 是以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还是代理人的身份 要判断这个东西 他现在呢 按照计划资产竞争1% 加上达到特定的水平后 投资计划利润20%收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跟市场的惯例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情况1 参与该计划的投资者人数众多 单个投资者的投资比例 均小于0.5% 且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单一的投资者 可以无理由 罢免主体A的资产管理人资格 那该计划呢 设有年度投资者大会 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份额的投资者 一致通过 可以罢免主体A的资产管理人资格 那主体A自身持有该投资计划 2%的份额 主体A没有为该计划的其他投资者 提供保证收回初始投资 及最低收益率的承诺 这他都不用去管 那就说不会承担这份风险 那主体A对超过其所拥有2%投资以外的损失 不承担任何义务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主体A 其实呢在这个里面啊 他主要还是关注的收取这个管理费 按照什么1%净值收取这些费用 这是为主的 那就说虽然持有2% 该计划的2% 但是份额有点太低了 那真正这个权力在进行行使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该投资计划的一个代理人 就是带别人在进行行使这个权力 那如果说投资计划的比例 你要是一点没有 那肯定是代理人 他的权力 他主导这个活动 肯定是带别人在行使 也就是带那些主要责任人 投资者在进行行使 那我们再看一下情况2 在主体A违反合同的情况下 投资者有权罢免A 主体A自身持有该投资计划 20%的份额 主体A没有为该计划的其他投资者 提供保证收回投资 及最低收益率的承诺 主体A对超过其所拥有20%投资以外的损失 不承担任何的义务 那说这是主体A违反合同的情况下 投资者有权罢免 这些投资者实际上这是个保护性的权利 那现在主体A拥有该投资计划 20%份额了 那就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主要责任人 因为这个量级可变性较为重大 那可能就是为自己在进行行使 他可能不过多的去关注 什么固定的那些回报 或者说超过部分按照多少再得到回报 他可能真的是为自己在进行行使 所以这就主要责任人 我们再看情况三 投资计划设由董事会 所有董事都独立于主体A 并由其他投资者任命 董事会每年任命资产管理人 如果董事会决定不继任主体A 主体A提供的服务 可以由同行业的其他主体来进行接替 主体A自身持有该投资计划20%份额 主体A没有为该计划的其他投资者 提供保证收回初始投资 及最低收益率的承诺 那主体A对超过其所拥有的 20%投资以外的损失 不承担任何义务 那现在虽然说他是20% 但他这个权力 随时可能就会被董事会给撤掉 所以他现在呢 是这个投资计划的相当一个代理 那在情况四 在主体A违反合同的情况下 投资者有权罢免A 主体A自身持有该投资计划5%的份额 主体A为该计划的其他投资者提供了保证收回的初始投资承诺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违反合同投资者罢免A 是个保护性权利 并不是属于像前面所谈到的 那个董事呢 董事会可以随时去罢免他 可以给他换了 那他是代理人 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是违反合同 投资者有权罢免A 主体A呢又持有5%的份额 但是呢 又为这个计划的其他投资者提供了保证收回初始投资承诺 那又承担了这部分的风险 所以从这个数据里面 很难说他到底是为自己行驶还是代理 那就一定的程度上不好进行判断 我们有的一些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你说他在行驶权利时 是为他自己投资这一部分 站在他的角度行驶 还是站在为别的投资者的角度行驶 那你为自己投资这一块 那就属于主要责任人 代别人的就属于代理人 那实物中还会存在受托经营业务 即标的公司的情况 有受托经营业务这个管理 在判断呢 受托方是否为标的公司主要责任人 就是到底是不是为自己行驶 主要关注对标的公司拥有权利 和相有可变回报的认定 到底是不是受托方在去控制这个公司 那第一个关于对标的公司拥有权利的认定 到底看是不是对标的公司拥有权利 看着受托方 下列情形 不应认定受托方对标的公司拥有权利 第一个呢 部分委托经营协议中约定 标的公司进行重大资产构建 处置重大投资行为等 可能对标的公司价值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时 说需经委托方同意 那你受托方就没有权利 那这些重大的决策都得委托方同意 那第二部分 呃 委托受托经营业务中 委托方或双方并无长期保持 委托关系的意图 部分委托协议中赋予当时一方 随时终止委托关系的权利 那想把受托方终止就终止 委托方有这种权利 那不是受托方的权利 那第二个关于 相有可变回报的认定 说从标的公司获得的可变回报 不仅包括分享的基于受托经营期间 随意分配的回报 还应考虑所分享和承担的标的公司 整体价值变动的报酬和风险 说下列情形的不应认定 受托方相有可变回报 那一个部分委托经营协议中虽然约定 委托期间标的公司损益的绝大部分 比例呢 由受托方享有或承担 但若标的公司经营状况恶化了 受托方到期不再续约的 这个不算数 那第二 部分委托经营协议中 虽然约定受托方享有标的公司的可变回报 但对回报的具体计算方式 给付方式等 并未明确约定 有关回报能否实际给付存在不确定性 那就是说你得不到 那这些东西还不定 也不认为是可别回报 那第五 权利的一般来源 来自表决权 我们一般的权利呢 往往都是表决权 但也有情况说 是来自于合同的 那表决权第一个 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方 半数以上表决权 那有的是属于直接持有 第一个 直接持有半数以上 比如P公司拥有S公司60% 那就直接的 80% 60% 51% 这都没问题 那第二 间接拥有半数以上 那间接拥有 比如说P公司拥有 SE公司 70%股权 SE拥有S3 那80% 由于P公司控制SE 这样SE拥有S3的80% 就归P公司所间接拥有 那这种情况之下 P公司是间接拥有 S3公司80% 控制表度 是加法规则 只要P控制SE SE拥有S3 多少股份 就是归P公司间接所拥有 那它就是80% 不是乘法 但是说 真正算 S3里面有多少 归属于某公司所有者权益 最终体现的肯定是 70% 乘以80%的数 最终在合并报表上 肯定反映这样的数字 那第三 直接和间接合计 拥有半数以上 那比如说P公司 拥有S2公司90% S2公司呢 拥有S4公司60% P公司直接拥有 S4公司呢 是30% 由于P公司控制S2 那S2拥有S4 60%的股份 就归P公司 间接所拥有 这样呢 就说P公司 直接拥有S4 30% 间接拥有60% 加在一块呢 是90% 这叫直接和间接 那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例6 说情况一 A企业和B企业 分别持有C企业 60%和40% 普通股 C企业的先锋活动 通过股东会议上呢 多数表决权主导 在股东会议上 每股普通股 享有一票投票权 那我们谈到这种权利 一个是属于 股东大会 股东会 这个半数以上呢 是按照股票 你持有多少股来算 不是按照多少人来算 你比如一个人 他可能就是拥有60% 他就完全是拥有权利 就控制了 另外一个是董事会里面 董事会是一人一票 那他却是按照人来 而这个呢 是按照票数 现在说的是股东会 我们看到A 现在是持有C 60%的股份 那股数他占到60% 所以A对C是拥有权利的 我们看一下情况 A企业和B企业 分别持有C企业 60%和40%普通股 C企业的相关活动 通过股东会上 多数表较权主导 A企业和B企业 根据其享有C企业 所有者权益比例 各自任命 6名董事和4名董事 在股东会议上 每股普通股 享有一票投票权 也就是说 这里面按照股东会 A是主导C 那没问题 半数以上 董事会里面 他有6名董事 你在半数以上 他也能够进行主导 因为已经超过半数了 所以A企业拥有 C企业的权利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利期 利期情况一 A公司和B公司 分别持有被投资方 70% 即30%表决权 那根据A公司 与B公司签订的期权合同 B公司可以在目前 及未来两年内 以固定价格购买A公司 持有的 被投资方 50%表决权 那该期权在目前 及预计未来两年内 都是深度价外期权 就是说 不会行权 深度价外的不行权 基于期权合约的条款设计 使得买方B公司 到期行权的可能性极小 就是说B不会行权 B原来是拥有被投资方 30% 如果他真的能够行权 要取得50% 就80%了 那就拥有权利就控制了 但是呢 这里面说 他是一个深度价外期权 这个权利的不会行使 历史上A公司 一直通过表决权 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那你说现在B是不是对C拥有权利 那要评估B对C公司拥有权利时 那我们认为他并没有权利 因为这是深度价外期权 他不会行使 他说的这个问题 所以对权利呢 就不构成实时性权 这期权不是实时性权 那再看一下情况 A公司与其他两个投资方 各自持有被投资方三分之一的表决权 除了权益工具外 A公司同时持有被投资方发行的可转换债券 这些可转换债券可以在目前 及未来两年内任何时间 以固定价格转换为被投资方的普通股 按照该价格 当前该期权为价外期权 但非深度价外期权 被投资方的经营活动 与A公司密切相关 例如呢 降低A公司的运营成本 确保稀缺产品的供应党 如果可转换债券 全部转换为普通股 A公司将持有被投资方 60%表决权 他一转了就60% 那现在又不是深度价外 深度价外出不兴权 那可以兴权 说价外也可以兴权 兴权之后 降低A公司运营成本 确保稀缺产品的供应 那这种情况之下 A公司 他就会把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换成普通股 所以那A公司持有的 潜在表决权就实时性权利 那到时候行驶了 他是为自己行驶 他是一种实时性的 不是现在可执行的 那也是实时性权利 那我们看第二 持有被投资方 半数以上表决权但无权利 就有的一些情况下 可能是超过半数了 但没有权利 说如相关活动 被政府 法院和管理人主导等 那这些呢就不行了 你就没在意不得有权利了 完全已经走向了 那个破产清算 那又破产管理人去主导去了 那你这边 有半数以上也没用 但是呢 说在主动清算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主动清算 不是被迫的 投资方仍拥有 对进入清算阶段的 被投资方的权利 继续 能够继续实施控制 那主动清算情况下呢 仍将 其纳入合并财货报表 合并范围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 破产清算 执行破产清算会计 所以这也是一个概念 主动清算的情况之下 还是控制 还应该要合并 但如果说已经是宣告破产了 那你不能再合并了 不是你自己主动在清算的问题 投资方 虽然持有被投资方 办数以上表决权 但当这些表决权 不是实质性权利时 也不行 我们要求的 一定是实质性权利才算 保护性权利不算 那第三 直接或间接结合 也只拥有半数 或半数以下表决权 但仍然可以通过表决权 判断拥有权利 就是我们有的一些情况之下 可能不一定达到半数以上 就能够控制 当这个股权非常的分散 我们现在持有的股权数 又比较集中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持有40% 剩下的股权非常的分散 那一般正常开股东大会时 参加的股东人数 只是50% 我们一下拥有40% 那你说能不能拥有权利 当然拥有权利 能够主导这些财务和生产经营政策的 这些角色都可以主导 那我们看情况一 A投资者 持有被投资者48%的投票权 剩余投票权由数千位股东持有 但除A投资者之外 没有任何股东 单独持有超过1%的表决权 且他们之间或其中一部分股东 均为达成进行集体决策的协议 什么都没有 那你48%已经真的数很大了 所以就即便 这个上市公司股东 说参加会议的股东达到90% 那我们48%也是在半数以上 那就说拥有权利 A投资者拥有权利 那再看一下情况二 A投资者持有被投资者40%的投票权 其他12位投资者 各持有被投资者5%的投票权 那这12个投资者加起来就是60% 股东协议授予 A投资者 任免负责相关活动的管理人员 及确定其薪酬权 那这也是主要的财务生产金决策里面的内容 若要改变协议 需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股东表决权同意 那这里面 实际上我们看到 A是40% 其他60% 说那些可以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A就没有权利 但有一个股东协议 协议里面的授予A投资者 他是任免相关活动管理人员确定薪酬 他说了算 想改变 就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股东表决权同意 那如果说A自己40% 他说我不同意 那你那12个加起来 也没达到三分之二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看这种情况 A投资者是拥有权利 那再看一下情况三 A投资者持有被投资者45%的投票权 其他两位投资者 各持有被投资者26%的投票权 剩余的投票权 由其他三位股东持有 各占1% 那你说A现在只拥有被投资者45% 另外有两个投资者只有一联合 那就52%就比A多了 你这个时刻 他就不拥有权利 A投资者不拥有权利 那我们再看情况四 A投资者持有被投资者45%的投票权 其他11位投资者 各持有被投资者5%的投票权 股东之间不存在合同安排 以互相协商或做出共同决策 那我们45% 其他的一共是55% 你真的没法判断 那如果说那些完全都是联合的 都是一知一见 我们就不拥有权利 但如果说 那11个 如果是有那么 两个过来了 那我们就拥有权利 所以现在无法判断 那再看情况五 A投资者持有被投资者35%的投票权 其他三位股东 各持有被投资者5%的投票权 剩余投票权由众多股东持有 而没有任何一位股东 持有超过1%的投票权 股东之间不存在合同安排 以互相协商或做出共同决策 涉及被投资者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获得股东会议上 大多数投票权的批准 在近期的股东会议上 被投资者呢 75%的投票权投了票 就说这些股东的投票呢 达到了75% 我们是说你最终 你的投票数能在半数以上拥有权利 那现在呢是一共75% 你这里面35%就达不到半数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不拥有权利 因为你近期的投票权 我们没有达到半数以上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例9 看情况1 E企业拥有4名股东 分别为A企业 B企业 C企业和D企业 A企业持有一企业40%普通股 其他三位股东各持有20% E企业的相关活动 尤其董事会主导 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 其中3名董事呢 由A企业任命 剩余3名分别由B企业 C企业和D企业任命 那A企业和B企业单独签订了合同安排 规定 B企业任命的董事 必须与A任命的董事 以相通方式进行表决 就说B那边的董事 必须跟A一致 这是这么规定的 所以相当于A 在董事会里面是有4个人 别的是2个人 那就是半数以上 这种情况是A拥有权 那我们看情况2 假定为避免董事审议陷入僵局 股东们签订协议 赋予A企业任命的 其中一名董事作为董事会主席 并且在董事会议上呢 享有额外的一票 除此之外呢 其他事实和情况 跟情况一都是一致的 原来的A是有三名董事 剩余的都是别人的 现在说又给加了一个 就说A可以有四票 那四票对三票 当然他就是拥有权力 这个时候A拥有权力 那再看历时 历时是情况一 B公司为A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其对A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0% A公司剩余股东的持股比例呢 高度分散 除B公司外 A公司的其他前十位股东的 单家的持股比例 均小于3% 合计不超过10% 剩余股东持股比例 均小于6.1% A公司的各股东 均未持有潜在表较权 A公司董事会 由九名董事组成 其中三名是独立董事 B公司有权 向A公司提名四名非独立董事 其中一名呢 任A公司董事长 另一名任A公司副董事长 A公司董事长 同时兼任B公司董事长 A公司的一名董事 同时兼任B公司的子民经理 A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为股东大会 与A公司相关活动 有关的重大决议 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A公司董事会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负责拟定 与A公司相关活动 有关的议案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在历年的股东大会中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总数 都没有超过47% 就是说出席人数低 那你现在是持有他40% 董事会里面 也是说 九个人 有三名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虽然说他是 权力是独立的 不是说站在A的这一边 但也往往可能要考虑 A有关的一些意图 毕竟很多独立董事 都是大股东找的 当然作为独立董事 不是说大股东找的 一定是站在大股东这一边 他又履行自己的职责 那你看 九个去三个六个 六个里面 B现在又占了四个 并且你从股数 按照股数算的股东大会 参加的股数没有到47% 现在B呢 就是持有他40% 所以B公司 对A公司是拥有权力的 从两个方面都是拥有权 就是你从股数 或者从董事会人数 都可以决定拥有权 我们再看情况 A公司的第二 第三 及第四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分别为 12% 10%和8%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 小于1% 在历年的股东大会中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持表决圈总数88% 那这就高了 除此之外 其他事实和情况一致一致 那你从股数来说 B呢是拥有40% 现在出席股东大会的是88% 那就是你没有达到半数以上 B公司并不具有对A公司的权利 那第六 权利源自于表决圈之外的其他权 就来自这个合同安排 有的要靠合同安排 某些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主体的投资方 对其的权利并非源自于表决权 那例如表决圈可能仅与日常行政活动工作相关 说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由一项或多项合同安排来决定 例如证件化的产品 说资产支持融资工具 还有部分投资基金结构化主体 那这些呢是由合同来进行安排 随道理来主导相关活动 不是来自于权利 那看一下历十一 A公司为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发起设立主体C A公司向主体C转让一个资产池 这是A把那个资产池转给了主体C 其中呢包含多笔 A公司向不同的第三方发放的期限 在12个月内的小额贷款 主体C经批准以该资产池为基础资产 公开发行一项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呢存续期为三年 自存余期内分期发行 每期期限为一年 那第三方投资者 那第三方投资者 共认购该计划75%份额 每个单一投资者认购的比例都小于0.5% A公司认购剩余25% 就是C这边呢 它是以A给它提供的资产池 以这个为基础资产 因为这个资产池的基础资产 将来呢是小额贷款 我们是可以收回本金 收回利息啊 来保证 然后它是以这个为基础资产 发行了一个资产管理计划 一个相当于一个什么投资计划 投资计划 现在A要持有这个计划的25%份额 根据主体C设立时定立的 章程和协议安排 主体C唯一的经营活动 是按照既定的还款计划 向贷款人收取本金和利息 并在收到款页后 在既定时间内扣除 按与市场水平相当的费率计算的 固定比例收取的手续费后 将款项按份额比例 支付给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方 你资产管理计划的 A也是一个投资方 当然还有些别的投资方 别的是占到75% A呢是25% 主体C日常活动的事务 如人事财务 行政管理等管理服务 均由于A公司和主体C不存在 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资产管理公司B负责管理 并按市价收取手续费 那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的所有相关资金流 具有独立于各方的第三方银行 托管 由这个托管并按照 市价收取资金托管费 如果主体C在既定还款时间 收取既定的款项 那主体C则按照投资者的投资比例 将收取的款项分配给投资者 你要收到了正常 分给投资者 如果主体C未能在既定的还款时间内 收取既定的款项 主体C则先将以收取的款项 约定比例分配后 支付给除A公司以外的投资者 那就这A是靠后了 先是别的投资者 剩余部分的支付给A 那当应收款项出现违约时 A公司有权根据违约时间 抵押品情况 违约方信用等级 调整主体C下一步的收款计划 所以那主体C实际上是A在进行一些主导 A也是承担的风险人最大 那当 已收取的款项 已经无法向除A公司以外的投资者 进行足额支付时 主体C按照某一事件约定的价格 将应收款项 全部出售给A公司 都都是卖给A A公司开展进一步的收款 或者债务重骨安排 所以你看整个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 其他的投资者 投资是75% 好像就他们来进行主导 那些根本就没有管理上没有主导 整个主导的 承担风险的 那这一部分的都是A 这样A 公司是享有对主体C的控制权 要把主体C纳入合并范围 那第七呢 权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知道一下 运用权力影响回报金额 就可以了 那这一刻呢 我们主要是谈到的是控制 就是我们合并范围 什么是合并 什么不合并 以控制为基础 与确定 控制拥有被投资方权利 要享有可变回报 这是两个要素 再有一个运用权力影响 回报金额 我们要清楚 那这句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